太太念佛念到一點多 突然間阿彌陀佛現前就跟她講我現在帶你走 她本來跟阿彌陀佛走了,突然間想到她的孫女 她的孫女一起來,阿彌陀佛不見了 你看 所以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什麼時候才能夠去看我們的心態 所以念佛法門我常常講 是三世一切諸佛幫助眾生 了生是出三世,出三世就是三惡道 圓滿成佛的,一生成佛的 所以古代的稱為叫義行道 義就是容易,行容易行齒 那為什麼現在變成難行道呢? 你想一想 為什麼現在變成難行道? 因為我們對於世間的明文力 對於五一六成的享受 下面那一張 對於五一六成的享受 没办法看得破 放得下 所以本来是一行道 变成难行道 所以关键在哪里 能不能放得下 关键在这里 所以你看下面那一段 金刚经六百卷里面怎么讲 你看金刚经六百卷里面 还有大般若经 整个浓缩起来 最后讲的一个字 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字 舍这个字 能够舍 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放下的意思 你看整部金刚经 金刚经是释迦牟尼佛 告诉西菩提尊者 西菩提尊者问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才跟他解答 用这一部金刚经 而金刚经六百卷里面 而我们大波若经 大波若经 释迦牟尼佛花多长指尖 22年 才把这一部金讲圆满 而最后起来 只讲到一个最重要的字 就是舍 舍就是放下 你能不能放下 关键就是在这里 所以呢 能不能往生西方进土 不是你念几身的佛号 你拜多少的佛号 不是 关键在你能不能放得下 那个才是关键 在世间法也是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三个礼拜 我有跟大家提过 这位居士是新三的 2018年 他请我去他的工厂 撒净 他去撒净 然后呢 在吃饭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因为他那一句话呢 就是我学佛之前 就是说我在学净宗的之前 我常常问 我干嘛要成佛呢 我现在过得很好 我有什么成佛 成佛有什么好处 成佛有什么意义 我现在过得很好 我要吃饭 我要吃饭 我要看电影 有电影 对不对 对不对 管师兄 我要去旅行 也旅行 我要去喝咖啡 我要吃薯条 我要去哪里 自有自在 我的生活这么样 这么好 我还要成佛干什么 常常这个问题 我常常问 所以我去解答 我去找 这个新山这位居士 就跟我说 师父 西方起的世界 虽然很美 但是我在这边 过得生活也不错 你看 他跟我说 他说 师父 你看 我这个家庭 儿女 很孝顺 现在我的媳妇 又要生孩子 我要不久 要抱孙了 我又有一个 好好的太太 我这个太太 蛮 蛮 蛮 不错 我生活也不缺什么 也不缺钱 我生活过得很好 我想 来世 来生 我会比这个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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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讲这个事 我就跟他讲 我说 对不起 这个真的对不起 我说 后头的还没到 到了时候 你会感觉说 世间真的很苦 我说后头的 你慢慢等 等到有一天 到了时候 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我们要学佛 那就跟我说 师父 你怎么能够诅咒 我不是诅咒 你 我只讲实话 我跟你认识十年 我干嘛讲你客气话 我讲实话 你不要发现来生 来世怎么样的 真的 硬光大师 在全局里面 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千万不要可以发愿 下辈子我要转世 作为比丘 我要来弘扬佛法 我要来度化 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种的愿太伟大 太了不起 但是 千万你不要发这个愿 硬光大师 就在这里 告诉我们 不准 而且 为我们 到这里 花叉 花叉一个 不可以 为什么呢 你来生 能不能做人 还是个大问题 这硬光大师说的 你来世 你来世 能不能做人 还是个大问题 可能你来世 你可能说 可能去做羊 做牛 做马 或者生在三恶道 不一定 千万不要发这个愿 你要发愿到哪里 先到西方极乐世界 大老西方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 你有这个能力了 你是菩萨 你是不退转的 菩萨 你要度什么样的众生 你有能力 你要众生 无边 四愿度 法门 无量 四愿 全有这个能力 现在千万不要 你必定要这一生 必定要了结 了结 决绝我们的生死 那个才是重要的 所以台湾 有一个故事 我跟大家来讲一讲 他这个人 住在藏华 住在藏华 他认识了一个法师 很出名 这个台湾法师 我不能讲他的名字 这个法师很出名 很会讲经 而且不仅仅在台湾出名 整个亚洲 整个欧洲 美国 很出名的 那这个居士 他就跟这个法师 这个老法师讲 他说 他说师父 我将来 得人生 我要跟你一样 什么一样呢 你很有智慧 我要来 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他就跟这个老法师 讲这句话 老法师怎么说呢 他说 你头脑有问题了 头脑失去 台语就讲 头脑失去 头脑有问题 为什么头脑有问题呢 我上一辈子 就是因为没有上去 所以这一辈子又下来 所以今世我要拼命念佛要上去 你又发愿来到这里 你头脑不是有问题 那不是有什么 所以千万不用发这个愿 这个愿很伟大 千万不用发这个愿 你要听释迦摩尼佛的话 真的 释迦摩尼佛 劝我们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就告你保证书 就是告诉你们 你能够成佛 而且一生必定成佛的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应地修行的 一生 我们在这个说佛世界很难 尊敬的 非常难 从菩萨身份来讲 如果你在这个说佛世界成佛 你要多长时间 三大阿僧企节 你想一想 三大阿僧企节 什么叫做三大阿僧企节 如果用我们来形容 就是无量节 那三大的意思是什么 三大的代表就是我们的贪嗔之一的 贪嗔吃三途的烦恼 这个就三大阿僧企节 你要突破第一关 你的贪欲 一位菩萨 你要把这个贪欲断掉 要多长的时间 要一大阿僧企节 那第一关突破了 你要突破第二关 第二关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称慧 我们的称慧 要花多长时间 二大阿僧企节 那第二关突破了 那第三关 就是我们的愚痴 要花多长的时间 三大阿僧企节 你想一想 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这个是以菩萨的身份 罗汉的身份来算的 你需要三大阿僧企节 三大讲的就是我们的贪 吃三土烦恼 你要一道一道的 一关一关的去突破 你说呢 那我们今天反复怎么办 那无量节呀 那如果在阿弥陀佛 西方起的时间没必要 你看那些下下品往生的人 为什么会下下品 因为一生嘛 造了五逆十二 所以临终 忏悔 发愿 求生净土 他往生西方起的时间 他下三品 就是下下品 那我们现在同修嘛 没有听说做 犯五逆十二的嘛 不可能嘛 管事就你有没有犯五逆十二 不可能嘛 老蔡 或者我们的郑总 你有犯五逆十二 没有嘛 没有听过嘛 所以我常常讲 我称呼我们是一般的好人 你们是一般的好人 还没达到经典里面所讲的三男子三女人 还没达到 三男子三女人的标准就是十三月 那我们现在是一般的好人 什么叫一般好人呢 有时候好 有时候坏 有时候坏 有时候好 就是这样 好坏 这样 那如果用我们这种的好人的标准 老实来念佛 来听话呢 我们其美也中品下身嘛 对不对 起码嘛 如果用我们的现在 如果没有犯五逆十二的 如果用我们现在这种的标准来说来念佛 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起码也中品上下品嘛 那你想一想 中品下品 大概花多长时间呢 成佛 三节 四节 顶多五节 就能够成佛了 如果下下品要多长时间 十二节 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还没明星见性 还没成佛 叫做化身佛 等到你明星见性成佛 叫做爆身佛 我一下里面抽奖的 花开进佛物无声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想一想 顶对十二节啊 但是我们在这个收佛世界 五量节 你想一想尊敬的主要同学大德 很苦啊 很累啊 因为没有时间跟大家形容 表法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原因在哪里 为什么要成佛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三世一切佛 要我们赶快成佛 而且三世一切佛 是最喜欢的一件事 为什么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下个礼拜 所以祖师大德啊 为什么通中通教的 你看这些善导大师 永明眼硕 还有这些偶一大师 应光大师 临死大师 都是通中通教的 明星践行的 到最后你看 还是放下 专修净土 专宏净土 专念这句阿弥陀佛 就是给我们看嘛